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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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价地位就会提升 别人也会看中你 而这样的看中事实上图像公位是处女所爱的 你们也很喜欢这样的肯定 那我们来看土星依然在你的事工 尤其是8月14号以后开始顺行 它意味着家里有所牵绊 也许是父母身体状况 也许是跟家人闹不和 或者是回到家乡去工作 去承担一些压力和责任 所以家变成一个不能休息的地方 家有很多的责任压力在你的身上 不过我相信以你那个骆驼般的精神 你是会把它处理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生活主场景 其实蛮热闹缤纷的 所以多出去走一走交交朋友 或者是多把一些focus放在自己身上 多展现自己 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 这个是挺重要的 此外火星也从三宫一直走到六宫 我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家务事或者是跟兄弟姐妹跟儿女 或者是跟你的恋人之间的关系 也会是默默让你很烦恼的部分 不过因为火星有采turbo的特色 所以跟兄弟姐妹吵吵架也好 跟父母吵吵架也好 跟家里的人吵吵架也好 都反而会让你们更加的亲密 所以不要害怕去处理它 以感情上来说 7月 10月 11月 都是桃花运非常旺的时候 尤其其中10月 11月 是有一见钟情的机会 请好好地把握 那7月跟12月则是很舒服的 比如说可以表现你的浪漫之处 那么此外你的守护心 即将会在9月份的时候 开始逆行 那9月份呢 也刚好是默心一味的时候 我们看他逆行就在一躬 因此呢 当然对你来说是一个不顺的时期 相对的也很可能 你在表达自我方面 或对自己想要什么 这件事有比较多的反省 所以9月份之后 说不定你就有一种毛色顿开 我确定了我喜欢这条路 或我决定了我要怎么做自己 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发生 随着木星9月份一味的关系呢 木天对分这样的一个星象就出现了 从9月份开始呢 他只是一个酝酿 到年底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 越演越烈的情况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市场的风向变了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财务状况 或者是理财的方式 那当然赚钱的我们就要加码 而不赚钱的我们就要把它收起来 一或是呢 你的能力如果够好 然后别人都来找你的话 你的身价节节高升 那么你可能在面对市场的时候 你也要不令喊价 可是相对的亏损的部分 我们也要勇敢的把它收起来 所以这段时间算是你的价值 跟外界对你的观感的一场大战 或者是因为你的能力关系 让自己有所提升 或者是加薪 这都是下半年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相信处女座的财运会因此大开 也是一种靠自己努力发财的机缘来临 所以处女座的朋友加油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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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